各位朋友大家好 剛剛上傳了一個控制血糖的健康零食 特別適合糖尿病患者 如果大家沒有糖尿病問題 又想吃得健康一點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其中包括大家可以自由配搭 今天再次為大家提供多些資料 取自加拿大糖尿病的資料 是營養師給我的餐單 他自己配搭了一些 大家不用花心思 不知道配搭是否適合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們基本的零食 為什麼有需要呢 因為糖尿病患者是兩餐之間很容易肚餓 心思思要找食物 如果你不吃 想吃食物的感覺 令你對下一餐吃多了 就更加難以控制 所以適量的好選擇的小食 是幫助大家控制血糖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血糖問題 又吃這種健康食物 機會患糖尿病是會大大減低的 如果控制血糖 我們選擇的零食 不可以全部都是碳水化合物 或者全部是蛋白質 這樣不一起吃 它的控制血糖效果也比較差 我有個朋友做過實驗 他晚上只吃碳水化合物 第二天試 另外一晚只吃蛋白質再試 而第三晚兩者合併來吃 發覺兩者合在一起吃 第二天的胸腹血糖控制得更加好 所以營養師的建議沒錯 兩者一起吃 今天提供給大家幾個營養師的提議 首先我採用碳水化合物 和有蛋白質一起的零食 有幾款 第一款是一片全穀麵包 加6份1個牛油果 或者不加牛油果 加1湯匙的天然花生醬 第二個選擇是5塊的triscuit餅乾 加1盎司的低脂芝士 這個低脂芝士是laving cow 它是一粒粒的 你可以吃1盎司來配搭這個餅乾 第三個就是吃一個水果 一個中尺寸的蘋果 把它切片 再加10粒杏仁這個堅果 普通大小不能太大 第四款食生蔬菜 可以加3分1杯的雞豆泥 雞豆泥英文叫hummus 是好像小糊 好像花生醬 你把它拌入生菜來吃 3分1杯 第五就是中國式的3隻菜肉水餃 再加上半碗的時菜 第六就是半碗的麵 這個麵 這個麵等於雲吞麵的大小的一半 半碗的麵 加1盎司的瘦肉 再加半碗的菜心這些蔬菜 第七就是鮮奶燉蛋 你用雞蛋和加脫脂奶 無糖的 你造成這個燉蛋應該是一個中大小的一碗 這幾款都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一齊的零食 另外現在介紹這款 就是不是碳水化合物的零食 有六款 第一款就是火雞的片 你去超市買到一些冷火雞的一片片 再加一些芥末醬mustard 用生菜包了它當一個小食 第二款就是西芹 一梭的西芹 再加少牛排的低脂芝士 或者是點花生醬來吃 第三就是cherry tomato 番茄仔 再加切片的烤牛肉 燒烤了 第四就是金瘡魚沙律 或者火腿沙律 再加煮熟的雞蛋和青瓜 不可以加渣率醬 而是加燕磨的黑胡椒粉 第五就是煙的三文魚 用一些灼熟的露筍 用煙三文魚包著它 第六就是吃少量的堅果和種子 以上提及的肉 全部以1盎司為準 而雞蛋是1隻 蔬菜是無限制的 再跟大家講講堅果 每一份平均的數目是多少呢 如果是杏仁 不要太大顆 中大小的杏仁 20至24顆 而巴西堅果 Brasil nuts 就是6至8顆 因為它很大 而腰果 是16至18顆 開心果 可以吃到將近49顆 核桃要半邊 一個核桃是兩邊 是半邊核桃 8至14顆 看它大小而定 還有瓶子是18至20顆 這些就是一份堅果 剛才提及少量的混合堅果和種子 你可以拿半份堅果 種子方面就是葵花籽 芝麻等等 這些都是種子 一湯匙加半份堅果 也是一個很好的健康選擇 希望以上這些給大家一個方便的選擇 能夠幫你控制血糖 多謝你們收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剛剛上傳了一個控制血糖的健康零食 特別適合糖尿病患者 如果大家沒有糖尿病問題 又想吃得健康一點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其中包括大家可以自由配搭的 今天再次為大家提供多些資料 是取自加拿大糖尿病的資料 是營養師給我的餐單 它自己配搭了一些 大家不用花心思 不知道配搭是否正確 先跟大家說說 我們基本的零食為何有需要 因為糖尿病患者是兩餐之間很容易肚餓 深思思要找食物 如果你不吃 想吃食物的感覺 就會令你對下一餐 吃多了 更加難以控制 所以適量的 好的選擇的小食 是幫助大家控制血糖的 如果沒有這個血糖問題 又吃這種健康食物 機會患糖尿病是會大大減低的 如果控制血糖 我們選擇的零食 不可以全部都是碳水化合物 或者全部是蛋白質 這樣不一起合作 一起吃 它的控制血糖效果也比較差 我有一位朋友做過實驗 他晚上只吃碳水化合物 第二天試 另外一晚只吃蛋白質再試 而第三晚兩者合併來吃 發覺兩者合在一起吃 第二天的胸腹血糖控制得更加好 所以營養師的建議沒錯 兩者一起吃 今天就提供給大家幾個營養師的提議 首先我會使用碳水化合物 和有蛋白質一起的零食 有幾款 第一款是一片全穀麵包 加6份1個牛油果 或者不加牛油果 加1湯匙天然花生醬 第二個選擇是5塊Trisket餅乾 加1盎司低脂芝士 這個低脂芝士是loving cow 它是一粒粒的 你可以吃1盎司來配搭這個餅乾 第三個就是吃一個水果 一個中尺寸的蘋果 把它切片 再加10粒杏仁這個堅果 普通大小不能太大 第四款吃生蔬菜 可以加3分1杯的雞豆泥 雞豆泥英文叫hummus 好像小糊 好像花生醬 你把它拌入生蔬菜來吃 3分1杯 第五就是中國式的3隻菜肉水餃 再加上半碗的蔬菜 第六就是半碗的麵 這個麵等於雲吞麵大小的一半 半碗的麵 加1盎司的瘦肉 再加半碗的蔬菜 這些蔬菜 第七就是鮮奶燉蛋 你用雞蛋加脫脂奶無糖 你造成這個燉蛋 應該是一個中大小的一碗 這樣就對了 這幾款都是碳水化合物 和蛋白質一起的零食 另外現在介紹這款 就是不是碳水化合物的零食 有六款 第一款就是火雞的片 你去超市買到一些凍火雞的一片片 再加一些芥末醬mustard 用生菜包成一個小食 而第二款就是西芹 一梭的西芹 再加少牛排的低脂芝士 或者點花生醬來吃 第三就是cherry tomato 番茄仔 再加切片的烤牛肉 燒烤了 第四就是金蒼魚沙律 或者火腿沙律 再加煮熟的雞蛋和青瓜 不可以加渣栗醬 而是加燕磨的黑胡椒粉 第五就是煙的三文魚 用一些灼熟的露筍 用煙三文魚包著它 第六就是吃少量的堅果 和種子 以上提及的肉 全部以一盎司為準 而雞蛋就是一隻 蔬菜是無限制的 再跟大家說說 堅果每一份平均的數目是多少呢? 如果是杏仁 不要太大粒 是中大小的杏仁 20至24粒 而巴西堅果 是6至8粒 因為它很大 而腰果是16至18粒 可以吃到49粒 核桃要半邊的 一個核桃是兩邊 是半邊的核桃 8至14粒 看它大小而定 還有瓶子是18至20粒 這些就是一份堅果 剛才提及少量的混合堅果和種子 你可以拿半份堅果 那種子方面就是葵花籽 這個芝麻等等 這些都是種子 一湯匙加半份堅果 都是一個很好的健康選擇 那希望以上這些給大家 一個方便的選擇 能夠幫你控制血糖 謝謝你們收聽 這個節目 又是蘑菇